大部分已消化的食物都由小腸吸收 小腸内壁有很多咒接 上面布满了无数小小好像手指般的凸起物 称为涌毛 这些涌毛能够大大增加小腸内壁 和食物分子接触的表面面积 以加快食物的吸收 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会被吸收入涌毛内的微血管之中 这些是涌毛的横切面图 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会穿过涌毛的表层和微血管壁进入血液 血液会将这些物质带走